大家的好朋友好了 葉元之來連線一下了 元智來來來 你好你好 元智今天最近大家討論一個話題啊 就是這個太陽花的凡神 林非凡他加入了民進黨 而且一加入就變成是民進黨的這個副秘書長 有些人有不同的看法啦 就是說這個難道玄運世代的價值變了嗎 還是說他要幫民進黨帶入一股清新的力量 你自己怎麼看 所以大家說現在叫做非凡騰達 就是按照柯文哲的說法 按照柯文哲說法 畢業了總要找工作 這個要找一份 只不過他的工作真的很好 而且這件事情的爭議點 是在林非凡過去都一直在罵民進黨 而且罵得很難聽 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話 他當陳菊跟張志軍見面的時候 他好像是罵民進黨 什麼墮落還什麼的 然後另外他曾經參加時代力量 台南市黨部的一個慶祝活動 他說 民進黨在台南 提名一個西瓜都會上 所以他對於民進黨過去是極盡嘲諷之能事 包括 民進黨 民進黨政府提前瞻計畫 他也是很不屑 也是講的很難聽 結果居然可以跑去 民進黨當副秘書長 所以大家就認為說非凡變了嗎 非凡騰達了嗎 還是以前你堅持的價值 原來是可以被交易的 這個是讓大家比較看不下去的地方 那另外還有林非凡這個爭議 在於說他過去從事一些社會運動 都把自己包裝成那種好像陶淵明在世 陶淵明就是那種 餵五斗米不被五斗米折腰 而且他過去都用這樣的標準去看別人 譬如說去年選舉的時候 有一個時代力量的一個黃信的候選人 也是他太陽花的一個老同伴 他表態支持柯文哲 結果林非凡怎麼酸這個人呢 他就酸他說 恭喜他這個可以升官發財了 好像是這樣講啊 官運亨通啊 恭喜他官運亨通 所以他是這樣子酸別人 所以大家就覺得說 你把你自己捧的這麼高啊 陶淵明在世 結果當你自己學成歸國 要找工作的時候 還不是一樣 去你最討厭的民進黨 結果一做就做一個9萬以上的工作 當然就羨慕所有的人 那原知你自己覺得 這個林非凡進到民進黨之後 因為有人說 因為是羅文嘉帶他進去的 可是在民進黨的初選過程當中 大家也看到一個 就是所有人都在保黃保英 只有羅文嘉跟大家參訪掉 所以大家就想說 你所謂標榜理想啊 標榜理念啊 進到民進黨之後 還真的可以維持他們原本的路線嗎 我當然認為不可能啊 因為大家都知道 之前太陽花就是民進黨的側翼嘛 只是說他們故意假裝中立 這個是民進黨最會採用的做法 像民進黨有一個前黨工 故意投書外國的媒體 然後呢 在國內的有些媒體就說 外媒報導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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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這都是利用 就是外面的外圍啊 在行一些政治操作支持 但是就故意把自己民進黨的色彩淡化 過去太陽花都是民進黨在支持啊 包括林非凡 他在議場 他為什麼可以去中心大樓 就是立委辦公的地方去洗澡 也是民進黨的助理帶他去的啊 然後每一次可以進入到議場 都是民進黨在幫忙 所以他們就是民進黨的側翼 也是民進黨培訓出來的一些 一些子弟兵 可是故意假裝好像跟民進黨不熟 那我們可以看出來 過去林非凡常常在罵民進黨 可是沒有罵蔡英文啊 所以很多人就講說 說實在的林非凡 實際上跟蔡英文的關係不錯 而且大家有沒有觀察到 林非凡跟蔡英文有一個共通性 就是動不動就很喜歡把自由民主 掛在嘴巴上講一些空話 像這一次 這一次這個蔡英文去美國 那個畢業旅行 帶了很多人去啊 很羨慕啦 因為加勒比海這種地方 一般人民是沒辦法去的 那很多人去觀光 或者去拚外銷都可以了 那這個 蔡英文就講了一句話 我看他臉書 他跟自由女神像合照 他坐在船上 然後遠遠的自由女神合照 他說 看到自由女神 才讓人家 體會到自由民主存在的價值 你這句話什麼意思 你知道嗎 如果我今天 換了一雙新的鞋子啊 我忽然講說 以前那個鞋子穿起來真的是不合腳 這個代表說以前這個鞋子有問題 只是我現在才發現 那蔡英文你現在是中華民國總統 就是你把臺灣的自由民主限縮了 對不對 你把公頭髮修了 你要通過中共代理人的什麼什麼 什麼條款 你要提高很多 就是你要把我們的自由民主 一步一步偷走了 所以你才感覺到說 現在應該要更自由更民主 蔡英文就是很會講這些空話 林非凡也是啊 那個當柯文哲 有一個學姐 黃靖營 那時候在臉書上講說 什麼 什麼統 統獨是假議題啊 民生民主才重要 林非凡又去酸人家 他就說大家只要想一句話 我們有沒有接受對岸強烈的威脅 然後結果好像網友就給他戰報 就是他跟蔡英文就一個掉掉了 兩個人就只會每天在那邊講 什麼自由民主 自由民主 然後就博取一些什麼所謂的 一些絕親的支持 那所以 林非凡加入民進黨 我認為這就是一個選戰的開始 年底的民進黨的選舉 絕對是就是操作主權的議題 就會把國民黨講成 好像會侵犯自由民主 會侵害主權 然後什麼什麼亡國感啊 什麼挖勾的 就是因為講這些啦 這可想而知的 大家看到的是這個小綠好像就被 民進黨被大綠給收編了 那他們已經開始在做團結 但是國民黨現在團結好像才正開始 那現在大家很好奇 像是郭台銘他今天沒有現身 他發表了一個聲明 但是聲明過程中的內文啊 完全都沒有看到團結啊 支持韓國瑜啊 或者是絕對不會托黨參選啊 這些關正的字眼都沒有看到 那你自己怎麼看郭台銘的動向 對 當然我覺得會比較擔心啊 因為其實在選前的時候 很多媒體都問郭董啊 就是說假設禮拜一的選舉 不是你出現的話 你會不會脫黨 或你會不會支持勝出的那個候選人 那郭董都沒有把話說死 而且他的講法呢 其實都有產生一些小小的變化 比如說他有一天 是最激烈的一天 他說他要等禮拜一民調結果出來 看有多離譜在決定 那後來的講話 講法有一點點的修正 但是都不外呼 就是不跳脫 禮拜一再說 禮拜一再說 都沒有把話說死 那所以今天當然結果出來 那不是他 那大家都在期待說 郭董你要說什麼 你會不會脫黨 那你這句話你要講清楚 可是那個聲明 發出來大家很期待 結果其實坦白說我看完了 我也不是太有印象 因為好像有講跟沒有講 好像不是有很大差別 好像就是一開始有 恭喜一下韓市長 但是最後一段話說 說這個不會減低他對中華民國的熱愛 他說他永不放棄 永不放棄 那這就有一個伏筆 就會變成一個各自的解讀 就是說 假設要希望看到國民黨亂的人 就會故意說 你看郭董又不爽了 郭董要脫黨了 郭董就是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但是就我們國民黨的角度 當然會希望郭董趕快 因為當你的情緒比較平復的時候 可以有一個機會 跟韓國瑜見一個面 然後讓韓市長跟你化解一下 然後最後大家團結 因為其實坦白說 郭董是國民黨一個很重要的資產 包括王金平院長也是一樣 就像耀州剛剛講的 民進黨 按照韓國瑜的說法 就是頭斷了就會長一顆頭出來 手斷了就會長一顆手出來 他們是非常厲害 但是國民黨有一個特性 就是要整合是比較困難的 包括像朱立倫 四年前那時候因為被迫換柱 其實到現在都還在承擔 換柱的一個結果 很多柱傑的支持者 到現在都還不諒解他 那我覺得國民黨應該要 這一點要向民進黨學習 但是解鈴還需細鈴人 像民進黨那時候蔡賴佩 蔡跟賴在選舉的時候 其實也殺的蠻激烈的 賴清德被欺負的很慘 可是賴清德在第一時間 就公開的就是支持這個結果 所以後來很多支持賴的人啊 就慢慢能夠接受蔡英文 包括獨派也都願意接受他 可是國民黨現在真的那些頭人啊 包括像朱立倫已經表態了嘛 因為就是已經接受結果 而且團結 那參考中周習偉更是行動證明出席記者會 那現在就剩郭董了 如果郭董可以在很短的時間出來呼籲郭粉啊 全力的支持中華民國 支持國民黨的話 我相信國民黨的團結就會比較容易啊 那你自己怎麼看 如果像是現在的比數差距17%這麼多 你覺得郭董他還有脫黨參選 獨立參選的本錢嗎 我認為如果按照這樣的民調結果 坦白說啦 郭董的政治就實力原則嘛 如果郭董脫黨參選 我覺得贏的機會也不高啦 但是我其實蠻擔心就是 郭董旁邊的幕僚 會給他一些錯誤的資訊 因為我在這幾天在做民調的時候 我都有看到郭董的幕僚 在一些節目上面講說 民進黨有介入國民黨這次的民調 而且甚至於還講說 這個民調怎麼可以讓綠營來操控呢 讓綠營來決定國民黨的人選 不是很荒謬嗎 類似諸如此類的話 但是我在這邊跟大家澄清 我認為這一次的選舉 綠營是真的不太容易操控國民黨的民調 為什麼第一個 民進黨坦白說沒這麼無聊 我跟很多個民進黨的立委議員同台過 他們嘴巴上都講說 他們是一周韓粉 如果接到民調電話要支持韓國瑜 然後我就問他們說 那你真的會回家等電話嗎 當然不會啊 為什麼他們 他們嘴巴上要故意這樣子講呢 因為他們就想要製造一個假象 讓郭董以為韓國瑜是被民進黨操控出來 有一個藉口可以跟國民黨翻臉 那 郭董如果跟國民黨翻臉 對誰有利 當然是對民進黨有利啊 所以他們是 是一個政治的操作 但是實際上綠營有沒有介入 我覺得沒有 包括 有一個民調好像是 匯流民調 他們在7月11號到7月13號做的民調 其實那時候很準 因為那時候正是國民黨在做民調的時候 很多支持者根本搞不清楚 國民黨是拿到五家 所以就會按照他們的 對 都很認真的在回答 都很認真回答 結果他有一個比較分析 就是說郭董實際上 拿到三四十趴的民進黨跟實在力量的票 韓國瑜不到十趴 所以按照這個民調 其實綠營我認為介入 就算有可能比例也不大 坦白說 這一次韓國瑜的民調這麼高 如果綠營真的介入 我覺得國民黨也不用選 綠營也太強了 我認為真的沒有 現在就是郭董 我聽說他旁邊很多幕僚都有建議他評估 評估是不是要繼續 我覺得看到這樣的結果 真的團結還是蠻重要的 或許郭董可以 像昨天我看謝龍介說 謝龍介講說 其實郭董他在世界各國都有好朋友 或許他可以做一個經濟特使 去協助中華民國 就像副總統之前都會去出席 APAC那樣子對不對 對對對 其實全台灣沒有比他更 沒有比他更適合的人 對不對 對對對對對 好啊 謝謝袁芝 袁芝拜拜 蠻不錯的耶 對啊 我覺得他的提議也相當不錯 那再回到剛剛講說 林菲帆加入民進黨 這個到底是讓民進黨更有理念 還是說跟民進黨同這個一起墮落 那民進黨的秘書長羅文嘉他講說 非凡願意在民進黨 這個艱困的時候 這個加入 他拒絕了很多更好的條件的邀約 所以這九萬其實你聽起來 覺得好像不錯 在他們看起來 其實可能是 最不怎麼樣的選擇 那也放棄了待在高貴 不惹尘埃的位置 那我要說的不是恭喜 而是要挺住 那林佐水講的比較實在啦 他說民進黨已經是一個 以維持權力現狀為唯一原則 各種價值 連民主價值都已經模糊的黨 已經找不到歷史位置了 然後甚至拒絕所有歷史位置問題的政黨 一個林菲帆加進去 會有什麼不一樣嗎 那柯文哲的部分 他講的是比較酸啦 因為他們其實太陽花出來 大家都所謂 認為他們都是源自太陽花學運的 那柯文哲說 林菲帆以前只會過 大太陽花學運 這麼龐大的一個部隊 對他來講 他指揮的都這麼好了 那更何況是民進黨這個黨機器 他覺得還可以啦 畢竟畢業了嘛 總是要找一份工作啊 那實際的效果到底怎麼樣 恐怕要做了才知道 不過這話題過程當中 大家最討厭的是林菲帆從2014年到去年喔 一直對民進黨很多事情都提出很多非常強烈的批判 甚至他一宣布他要當覆覆的時候網路上PTT 馬上有人整理一篇文章 2014年的時候陳舉跟張舉行搞閉門會議 林菲帆說對民進黨非常失望 一系列的報導都是對民進黨非常失望 然後林菲帆冒號對民進黨失望透頂 為什麼對一個這麼多這麼多這麼多 失望的這一個林菲帆 最後會寄望會加入民進黨 快轉到今天加入民進黨 快轉到今天然後就加入了 那你失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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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論是加入 這是什麼樣的一種情節啊 為什麼會對你這麼失望 也許他真的很想改變民進黨啊 對對對有人覺得說換一個角度 也許他想要改變民進黨 所以他加入啊 他今天自己也有解釋 他說如果一個人對民進黨 都是百分之百的討厭 那就不應該加入 百分之百喜歡 那也不應該加入啊 所以他是5050的 對他是有理念的 是有理想的 這個我們不能去否定他 那網友就開始說 那你以前罵民進黨 你怎麼不先講清楚 有啦今天有QA有講清楚 有人酸他說職業學生扶正囉 變成西瓜凡 因為他當初最有名的 去年選舉最有名的句子就是 隨便派個西瓜到南部去選 去南部選都會贏 結果沒有想到高雄就輸 西瓜就輸啦 然後誰說民主不可以當飯吃 也是講說他標局民主 後來一個月9萬塊 被大家算這句話啦 好吧這個林非凡 真的是蠻話題的一個人物 曾經參與太陽花學運的林非凡 現在確認要接任 民進黨的副秘書長 今天上任月薪有9萬多耶 那林非凡加入民進黨 也讓時代力量的立委洪慈雍 很崩潰很感慨 當然啦大家就來問林非凡 到底接下來要怎麼處理 民進黨跟時代力量之間的關係 林非凡說未來兩黨不應該 只是在選舉上面競逐 政策議題討論上他會盡力來促成 也要感謝總統蔡主席跟羅倫家秘書長 在這段時間的邀約 那我決定接下民進黨副秘書長一職 經過半年常考 曾是太陽花領袖的林非凡 決定接下民進黨副秘書長走馬上任 蔡總統跟陳菊秘書長的支持 這段時間我們有交換了非常多對局勢的看法 反言和總統聊過不少關係密切 但畢竟當初太陽花不少領袖 都在時代力量 林非凡卻選擇加入民進黨 讓洪慈雍很感嘆 我會有一點遺憾 為什麼這些年輕人 沒有選擇加入時代力量 而加入民進黨 真正的重點跟焦點 不會只是在選舉 所以未來 我們要尋求更多的合作 可能是在政策上面 那這會是我盡力去促成的部分 這聽來是要做兩黨橋樑 但也被認為民進黨正不起 是要吸走實力年輕人選票 至於林非凡過去批評民進黨的黑歷史 也被掀開 如果我只有批評的話 那我今天不需要來到這個地方 但如果對於這個政黨的一切 我是毫無批評全盤接受 那這個黨今天也不會需要我來到這裡 不過這副秘書長職位 薪水有九萬多 不少人批評林非凡是空降 坦白說如果要賺錢 我不需要來到這個地方 也不需要做政治工作 延攬林非凡 民進黨佈局 和實力進合 更將浮上台面 TVB的新聞 許立凡 莊佩文 台英倫 台北台中報導 劍凡你聽到林非凡要加入民進黨 你的反應是什麼樣 我不意外啊 為什麼 遲早的事情 我覺得 我覺得就是 對遲早的事情 不是現在可能過一陣子也會 可是讓大家跌破了眼鏡 對 尤其時代力量的人 尤其是當時這個林非凡 有另外一個跟他這個名聲 是劃上等號的 就是陳薇婷 你還記不記得 我記得 陳薇婷現在好像是當助理啦 原本那個時候他是最早的 比林非凡更早踏入政治 原本是想要選這個明代 他聲勢也蠻強的 那個時候太陽花的這個 整個威力都還很強 可是因為一些事情 後來他就沒有選下去 所以現在兩個人命運蠻不同的 一個好像是當這個明代的助理嘛 就陳薇婷他現在是當明代的助理 可是現在這個林非凡 一開始一踏進來 就是民進黨的副秘書長 這個職位很高嗎 還算高啊 已經算是在高層裡面了 在明天黨的高層囉 對 而且在月薪有9萬啦 對 這一點就是讓人覺得 我謝忽 可是問題是以他的學歷 以他的英國倫敦政經學院的學歷來講 他今天就有被問到啊 他說拿這個9萬 有人覺得好像拿的不少 可是他就說以我們這種條件 如果要這個要賺錢的話 其實就不會到民進黨了啦 所以我覺得他講的 他如果進入企業界就可以賺更多 對也算是 可是因為畢竟他是時代力量 把他當成是精神理秀一般的對待他 那現在他最後居然沒有加入 這個時代力量 反而是加入了民進黨 我覺得讓原本已經是分裂兩半的這個時代力量 現在感覺是雪上加霜 你確定時代一樣只有兩半嗎 我怎麼覺得他們好像分裂了好幾半 真的嗎 反正是分裂的一塌糊塗啦 尤其是現在時代力量 又讓人家覺得他的價值很混淆 所以在這個時候 林非凡這樣子加入民進黨 讓大家是感覺到 之前蔡總統出手 要讓大綠小綠戳成一團 並且很團結 這個感覺力道是更強的喔 但是也有人講說 其實林非凡之前就是 這個小英之友會裡面底下訓練出來的 所以他們覺得 好像就是從子公司回到母公司那種概念 各種說法 但是讓這個黨內其實有些人 就開始有點崩潰了 時代力量的這個洪詞庸 他就在臉書裡面非常感慨啦 他說為什麼現在年輕夥伴都紛紛加入了民進黨 而不是選擇加入時代力量 昨天他一整天都問自己 時代力量過去的四年來 大家這麼辛苦這麼努力到底是為了什麼 怎麼越做越努力 結果越被否定 沒有被支持沒有被肯定 他說我們現在是不是在逃避 時代力量的路線的討論 回避經營基層的挑戰 但逃避沒有讓大家找到方向 只是讓夥伴們更困惑開始猶疑 前一陣子這些後半段 他就開始變成是時代力量的路線之爭了 你還記得黃國昌之前一直講說 如果時代力量變成要走小綠路線的話 我就要考慮退出時代力量 所謂小綠路線最明顯的這一個做法 就是可能譬如說跟民進黨政策上的合作 或者是選舉上的合作 誰讓誰這樣 但洪慈庸他現在因為他之前已經 就是要接收民進黨他們的禮讓了 那這個就讓大家覺得說好像聽起來就是所謂的小綠路線 那洪慈庸他有特別趁這個時候夾帶了這個議題 他說前陣子從媒體裡面看到國昌的消息 他說如果時代力量決定當小綠會義無反顧的離開 這個說法我沒有辦法理解 我不認為跟民進黨合作 我們就要幫自己貼上小綠的標籤 我已經好一陣子沒有跟國昌好好對談 這個黨居然大到要透過臉書來溝通 這個黨五個立委居然已經大到沒有辦法面對面溝通 那希望國昌可以跟黨內夥伴好好對話 就黃國昌是不是真的很久沒有跟黨內的同志對話了 因為他很累了啊 還是說他已經蒼神的地位太榮盛了 所以其他人沒辦法跟他見面講到話 那他說他當了媽媽之後 他也更深刻理解到時代力量是家 家人之間會吵架 但不應該吵架了就仰言要離家出走 確實沒有錯啦 我覺得黃國昌動不動就說 如果路線不同我就要離開時代力量 對其他跟他一起努力過的人來講 我覺得是親和以堪啦 那黃國昌他是被問到不是這個議題 他問到的是林非凡 那他也答的就是比較 我覺得算是場面化了一點點 不是那麼深入的回答啦 他說非凡是非常優秀的新生代 不管在哪一個位置對台灣都是好的 那我只有滿滿的祝福 讓民進黨可以往正面積極的方向去發展 改掉為人詬病的問題 這樣對國家是好的 但我覺得不知道是記者來不及問 還是說時間差的問題 所以並沒有問到他說 所謂這個林非凡有沒有害的時代力量 現在可能會更泡沫化了一點 或者是洪池優現在提出來的路線之爭 或者是最基本的問題是 為什麼你的黨籍的同僚看不到你 這件事情很想問他本人 這時代力量這個事情讓大家很注意 不過大家高度關注的這件事情 這段期間是蔡總統出訪嘛 尤其他過境紐約 後來到友邦一些國家的一些言論 大家都高度的關注 不過因為他現在有宣示要在立法院 要推抓中共的代言人 讓大家感覺到新一波的綠色恐怖時代來臨了 難道說以後會有更多的政治思想犯嗎 那就在這一個氣氛之下 蔡總統他過境紐約的時候 他到歌大去發表演說 他大談台灣的民主跟自由 有些字聽起來 在現在的氛圍裡底下聽的時候 就覺得聽起來怪怪的 為什麼呢 我仔細聽給大家聽 蔡總統說 我不會被打倒 就像台灣的民主跟自由 可是人家說 自從公投法被沒收之後 台灣的民主就被打折了 那他說可能被挑戰 但不會被打倒 想像一下 獨裁的勢力深入我們的生活中 日常生活 突然間在自己的家裡的書店 買某一本書 就違法了 在社群的媒體裡面貼文批評 某一項新的政策 就被傳訊審問 當你突然覺得 有一股看不到的勢力 在監視你的一舉一動 一切都已經太遲了 你開始審查自己的言論跟想法 不再跟朋友討論時事 那因為害怕被監聽 大部分的時候都提心吊膽的 前瞻後顧 根本沒有辦法好好面對未來 獨裁政府企圖利用民主社會的新聞自由 在我們之間挑撥對立要讓我們懷疑我們自己的政治制度好讓我們對民主失去了失落的信心 你不覺得這個很像在講現在大家擔心這個新的綠色恐怖的這種感覺嗎 這段話是他說給自己聽的嗎 要沒收台灣的民主 沒收台灣的自由 這樣的做法對比會覺得很諷刺 那馬總統就點出來了 馬總統就說 平良心 他很少講話這麼重 很少那麼重 我覺得馬總統很少用到噁心這兩個字 要讓他用到噁心 應該是他真的是覺得是太嚴重了 馬總統說他聽到了蔡總統在歌大的演講說平良心講 我聽了之後覺得就是兩個字噁心 蔡政府你修法把公投關到鐵籠的做法 跟香港政府修法將逃犯送大陸的做法 同樣剝奪人民的自由跟權利 蔡英文一日封殺了公投 他說以前我們都想蔡統統是蔡公投 他說蔡英文變成是蔡殺頭 頭是公投的頭 他現在這麼會講話 我覺得他應該是感覺到事態非常嚴重 所以他用的字眼其實就跟以前不一樣 用的也是非常辛辣 我覺得他以前要馬總統講殺頭 這種諧音其實他是辦不到的 更不要說噁心 強行通過了修正國安武法 加重刑責超過戒嚴時期 以政治操作前置言論自由跟人權 還加碼下個會期 要完成所謂中共代理人的修法 難道思想犯又要在台灣 戒失還魂 這種罵麥卡錫主義 復辟的綠色恐怖 讓人毛骨悚然 哇 我不得不說 馬總統昨天這段發言 我覺得相當不錯 有切到重點 我覺得你跑馬英九這麼久 應該也是第一次聽到他用這麼重的字眼 他以前不太用這種比較 我覺得是真的很生氣 然後覺得事情真的很嚴重 因為他必須我覺得他想維持一種君子風範 其實他罵的時候其實都是不會帶髒字 以前大家都說馬英九很軟弱 不太會就是硬起來嗎 我覺得這個談話很硬啊 夠硬了 夠硬了 好 新聞越來越熱 訊息越來越多 用你聽得懂的話 說給你聽 新聞大白話 週一到週五下午3點到6點 TVBS56台Live直播 很好 你好 的